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文岳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比勤奋更能决定人生的 是你的深度学习能力 吴君曾说 在这个不断贩卖焦虑和鼓吹努力的时代 让自己有机会闲下来 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纵然我们身边的人 大都忙个不停 仿佛只有保持勤奋的状态 才能化解内心中的一丝焦虑 然而团团转的勤奋 往往只能图个心安 眼前的生活却难以发生实质的变化 到头来才发现 比勤奋更能决定人生的 是你的深度学习能力 最近一则清华大学副教授 被解聘的消息震惊了许多人 原来他毕业后兜兜转转了好几年 在40岁的时候入职了清华大学 工作这几年里 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教书和管理学生等常规工作 在学术方面却含有成果 他原本以为 看在他教学方面勤勤恳恳上 学校会准许期延聘一年 结果却在今年1月份收到无法研聘的通知 他不得不提交了常聘材料 结果却在全票通过的基础上 清华大学果断拒绝了他的申请 并且没有给他任何缓冲期 原因就是他在这9年的工作期间 论文发表方面没有通过考评 在50岁的年纪 他突然失业了 这让他内心委屈极了 仿佛自己多年的付出 没有得到一点认可 而单位的做法太过于冷酷无情 但转念一想 作为高等学府 对于教授的考核 教学任务的占比 其实到不了一半 学术能力的重要性 更不容忽视 他表面看似勤奋 兢兢业业了将近十年 在相当重要的学术方面 却没有达标 这对于一位在40多岁 黄金年龄的人才来讲 并不正常 这也意味着 他这些年里 个人的核心能力 并没有什么提升 这个结局固然令人唏嘘 但转念一想 搞砸他大好虔诚的 就是这些年的假努力 这种表面上 看起来的勤勤恳恳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只是机械式的重复而已 并没有带来核心能力的提升 就如同 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里所写的 大部分人看似的勤奋 不过是思维上的懒惰导致的 而这样所谓的勤奋 正在让我们的人生 逐渐背离既定的轨道 盲目勤奋 恰似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 最终只会害得自己 原本美好的人生被一点点腐蚀掉 曾经我们觉得只要足够勤奋 就能够拿到成绩 有太多的人都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 单纯靠勤奋面对生活 而如今我们时常会遇到新的机会和挑战 单纯的勤奋已经不足以应对 不仅审视的勤奋 有时不断无意 还会起反作用 就像香奈尔的前CEO莫林·西凯曾说 任何深度思考前的盲目勤奋 注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徒劳 朋友小爱最近发了奖金 聊天之余 她说起了自己的一段经验 刚上高中的时候 她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中上游 家人都很着急 有一次爸爸和她说 别人家的孩子每天很晚才睡 你如果跟人家一样 也不至于成绩上不去 她听了之后开始每天熬夜 即使当天的功课都做完了 也要反复几遍课文 或者刷几道题 熬到时间才睡 结果呢 她不仅偶尔会迟到 有时上课还犯困 考试成绩竟然倒退了十多名 直到老师找她谈话 她才知道 自己更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 课前注重预习 带着问题去停课 于是她开始按照老师的建议去做 学习成绩也逐渐提升了不少 而这个习惯 她也带到了工作当中 别人加班的时候 她从不盲目跟随 别人升职发奖金时 她也不过分焦虑 她会时常复盘自己在工作中的优劣 花时间巩固专业知识 向前辈请教行业经验 遇到必要的问题时 她也会有选择地加班 这样一来呢 拿到成绩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教父中写道 花一分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半辈子都看不清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真正懂得深度学习的人 从来不会盲目地去做一件事 他们会先搞清楚要怎样做更有价值 然后再开始行动 一个人如果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勤奋 不仅很难改变生活现状 还极易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之中 而保持深度学习的习惯 却可以是改变现状的一柄宝刀 很多人忙忙碌碌了很久 都没有什么改变 根源在于没有停下来 真正审视自己的生活 而要想变优秀 就要拥有深度学习能力 爱因斯坦曾说 限我一个小时解答一道难题 我会花55分钟弄明白这道题 在问什么 一旦抓住问题的核心 用剩下的五分钟来回答问题 便绰绰有余 我们当下的生活 面对的选择太多了 以至于很多人经常是 随意选择一件事就做起来 压根没有做过深入考虑 那这种盲目呢 往往会浪费大量时间 与其如此 不如在行动之前 先花时间用心思考一下 到底要做什么 怎么做 考虑清楚了再去做 反而更有效率 二 怀揣匠人精神 用心去做 任正非曾说 年轻人要持续不懈的努力 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 今天搞这样 明天搞那样 可能青春就荒废了 扎扎实实认定 只做一件事 可能很成功 当我们认清一件事情的核心时 接下来就是深入去做 近些年来 钻石行业出现了一家后期织绣 可以说冲击了整个行业 2015年之后 世界第二 三 四大的天然钻石 原石都出自这家公司 而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成绩 根源就在于 他们更新了开采工具 而这个新的开采工具 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做了很小的改良 使开采过程中的破坏率 低了一点点 就是在这样一个核心点上的深入钻研 奠定了这家公司的江湖地位 这足以见得匠人精神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 面对工作时最为重要的 有句话说 努力不一定能进步 但复盘一定可以 真正能够越来越优秀的人 都懂得做完一件事情后 深入去复盘 把不足之处认真分析 该补的短板尽快去学 而做得好的地方 用心总结 然后复用到之后的工作中去 如今这个时代 我们总是会面对 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 更需要我们灵活多变 而复盘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 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力量 帮助我们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此一来 我们的能力也会随着 做的事情越多而越强 雷军曾说 没有什么比深度学习更重要 工作的时间越久 就越发觉得这句话那么重要 面对选择时 要用筛选思维 深度思考如何分配精力 真正去做时 要用匠人精神 深入探索 如何把事情做好 事物更迭时 更要用复盘思维深入总结 尽己所能 把有效经验潜移到之后的工作当中 越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深入学习的人 越能够把控自己的人生